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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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中央的紅頭之色 在這裡主要是想要表達的是中央的含義 金就是金色 在這裡可以改善工和堅固的意思 旋是穿過鍋子兩個魚用來鑽鍋去鋸 所以李宗盛的改善是說 鍋子兩邊的魚躲在剛好 由家常配合到堅固的鑽鍋的工具 所以在鑽鍋的時候可以保持穩定 在這個時候非常適合持續正德 相傳補充率 因此反而終於10月 意思就是說 會用紅色的魚來形容鍋 是因為李宗盛可以持續中央族 堅定實在為天來佩世做事的關係 經過有關上的現實 兩五營後有其用為 雖然是不得魚的情形 但是兩五和九二之間 有相對應的關係 不知道大家也會記得嗎 在改善救生搖擦的時候 我們也說過 最適合放鍋子的魚躍 其實是兩五才對 如果是從鍋子的魚躍在救生 就會造成真壞行動的困境 兩五雖然是統一天下的困難 但是因為兩五正在 佛峰殿的最高 李宗盛中恩的威力 這就代表兩五可以持續中情 而且也因為它是陰陋的關係 所以兩五的個性會比較溫和 兩五不但跟救日有陰陽來相應 還可以跟救贖以及最求陰陽相比 這就表示兩五是一個人力之君 可以吸引很多人對水和幫助 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相傳當太宗李世民 在台軍出城高雷的時候 對對五來面的宿兵非常貼貼 有一次台軍集合的時候 李世民知道了 其中一個宿兵 因為破壁關的沒辦法落城 所以他就親自撒嬌 派人送到那裡宿兵的面前鼓勵他 然後他派醫生去替那裡宿兵治療 給那個宿兵非常感動 後來戰爭結束了 李世民也特別介紹教師 還要將師在建中上的宿兵 都帶回去台東 替他們基盤送禮 在電禮那一天 李世民不但準備很多方向的製品 他也親自來參加電禮 甚至他還忍不住為建市的佣術 後來的面前 現場的眾生和佩世非常感動 也都在作為靠 消失傳到里蘭家的故鄉 他們的父母一聽到 當當一國志軍 經驗的為了他們前世的兒子 在老婆子 奮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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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難過無人和遺憾 因為李世民的認得行為 讓所有的宿兵和八世都願意為國家混淌 就是因為這樣才能創作出大同勝出 最後我們來看 讓佩奮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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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 要求的解釋是用頤仔來做頤仔鍋的工具 是一件代結代理的事情不會有影響 相傳近一部跟我們說 預選在上頤仔的意思就是 可以把頤仔做為頤仔鍋的工具放在最上面 是因為頤仔有條件好動的關係 經過過程的現實 而是頤仔鍋用頤仔鍋是不得意的情形 而且頤仔鍋跟頤仔鍋的時間 並沒有何相對應的關係 剛才在頤仔鍋的時候 是說頤仔鍋的工具是用頤仔鍋做的 而且它是黃色的 這是因為一般我們想到頤仔鍋 就是想到頤 代表的色就是黃金色的 黃金色表現出一種頤仔鍋的感覺 就是頤仔鍋跟頤仔鍋的頤仔鍋 也有頤仔鍋說 用頤仔來做頤仔鍋的工具 頤仔比起黃金色表現出來的 形象比較溫和 形象適合坐在頤仔鍋 應該要有融合和溫存 不僅是這樣 所以頤仔鍋跟頤仔鍋 應該要有融合相比和融合聲音的關係 這是相當結想的情形 所以頤仔鍋說 頤仔鍋可以代結代理 不會有危險 今天給人的印象就是比較冷冰冰 比較公平的 但是給人的感覺就是比較溫柔 所以頤仔鍋就像頤仔鍋說 頤仔鍋跟頤仔鍋一樣有條件 頤仔鍋可以順身如意 最後我們來看 何鳳町在頤仔鍋用頤仔鍋 頤仔鍋坐在何鳳町最後頤仔鍋的為例 代表事情就要結束了 頤仔鍋就頤仔鍋放在頤仔鍋的鍋 用頤仔鍋做的頤仔鍋的頤仔鍋 當時表現出頤仔鍋跟頤仔鍋的 那一面代結代理 欢迎回到三宗设计 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故事跟建议有关 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 他以外留着一只会说话 非常生气的家娃 被困在地上的家娃 苦苦爱求年轻人 但是年轻人一心 只想要冠军中这只家娃娃去买掉 贪很多钱 所以根本就不爱插这家娃 后来娃娃就跟年轻人说 我看你好穿上去买军的影 这样好了 只要你愿意帮过我 我就给你三个建议 这对你未来的人生非常重要 年轻人上小时刻 他想既然这只娃娃娃娃娃娃 这样这么生气 没听到他给我的建议 可以帮助我贪大钱 这就尽管的生酒 年轻人答应了 把嬌子扮照了 結果嬌子一杯到手機上面 就讓年輕人說 你這個傻子 你這樣就扮我離開 真可惜 實際上我的肩膀裡面 有價達千萬金的經營財報 年輕人一聽 不夠一切就想要爬去手機上 結果因為手機沒辦法 自經他的重量 不小心就由手機上釋下來 無家整個生活都是胸 只要我陪在盤空中 踢車的年輕人 你根本就沒有將我的建議 放在你的心上 我講過 你不能協會自己做過的事情 為什麼你的協會幫我自由呢 我要說 你不能相信沒有堅固的月 結果你經驗要真的相信 我的肩膀裡面有經營財報 結果我叫你人說不能放太高 你看你現在社會怎麼刺激 這個故事想要傳達給我們有三個道理 第一就是希望我們不要太固執 過去的事情既然沒辦法改變 還要怎麼協會也是沒用 應該要關心過去 看向未來接著 第二就是要有明別事悔的地悔 因為這個世間有很多人 會因為自時的貪念 由此無敵被壞人欺騙 做生嚴重的生死 甚至是家破人夢的困境 所以從來路無名的消失 也要緊身處理這些影子 第三就是不要用驕傲自大心態 去看待這個世界 永遠愛的技術 人我有人天我有天的道理 就算你有天大的壓心 也只有用慶幸溫和的態度 未來路才可以走到咕咕長長 六獸也可以叫做六神 指的就是青龍 朱雀 鉤塵 藤蛇 白虎 和玄武 六獸的排列順序是固定的 所以在裝六獸的時候 只要記住往後一位 不斷循環的概念就好 裝六獸的作用就在於 輔助斷掛的部分 每隻掛中的每一個窑都配有一獸 每隻獸代表的含義都不一樣 根據不同的事情、特質 類別跟原因 表達出來的意思就會不一樣 這關係著預測的深度、細節跟準確性 所以我們也要知道 六獸各自代表的五行如下圖 每一天都能用天干跟地支來表達 例如甲塵日、炳子日、奎卯日等等 但我們要用來裝六獸的依據 只有天干的部分 十天干各自代表的五行如下圖 裝六獸的方法就是以你當天占卯日期的天干五行為基準 再找出對應的六獸 然後從初遙開始由下往上依序排列 甲乙日、蜀木 對應到五行蜀木的青龍 所以六獸的順序為 青龍、珠雀、鉤塵、藤蛇、白虎、玄武 丙丁日、蜀火 對應到五行蜀火的珠雀 所以六獸的順序為 珠雀、鉤塵、藤蛇、白虎、玄武、青龍 雾日、蜀羊土 對應到五行蜀羊土的鉤塵 所以六獸的順序為 鉤塵、藤蛇、白虎、玄武、青龍、珠雀 即日蜀羽土 對應到五行蜀羽土的藤蛇 所以六獸的順序為 藤蛇、白虎、玄武、青龍、珠雀、鉤塵 更新日蜀金 對應到五行蜀金的白虎 所以六獸的順序為 白虎、玄武、青龍、珠雀、鉤塵、藤蛇 任魁日蜀水 對應到五行蜀水的玄武 所以六獸的順序為 玄武、青龍、珠雀、鉤塵、藤蛇、白虎 若如八萬四千元發問來對比眾生煩惱 就好清楚這支歌 可以有非常多的民憂 來解釋眾生的問題 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 給風頂的五獸變後 變成的下歌是青月風 上歌是青月天的 天風古歌 以及六獸變後 變成的下歌是青月風 上歌是陣月雷 雷風風歌 這兩種的歌唱 分別特用在各種問題的分析 首先我們來看財運和投資的問題解釋 在五獸未託的祖孫 當心金取材的時候 生後坐海水的歌曲 代表你最近的財運 生鄉陷、效益上的情形 只要你別放棄 認真做功課 未來就可以得到很多材利了 在六獸一會兄弟 當出土祖孫的時候 映後卻生後 祖孫卻高貴 兄弟當必卻財 表示你最近這段時間 在家主救財方面 會有些少生性 而且要特別提供你 要注意比消音雜便 做生財務 生死的狀況 接下來是感情的部分 尷尬還沒結婚的男性 在五獸未託的祖孫 當心金取材的時候 映後卻生後 祖孫卻高貴 對牧場有高翁 對上 而且也有結婚的人 要結婚的人來說 表示如今的家裡的人 會對你的工作有些意見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 只要你可以耐心 消毒對方的顧慮 再加上你的女朋友 願意寄給你 你們的婚姓 應該是可以順利盡量的 對於已經結婚的男性來說 我認為在五獸未託的祖孫 變成天后果的時候 應有未託的祖孫 當心金的職財 代表你最近會因爲 孩子的教育問題 跟你的太太已經不合 只要你用冷靜的態度 去參加和協調 不但事情很快就可以順利化解 而且也不會傷害到 你們的婚姓的感情 在芳汛町人後兄弟當 變成雷風風的時候 智慧兄弟當出土的祖孫 過幾次世 表示你和你的太太 最近要特別注意 消音為中 煽動你們 婚姓的感情的狀況 占對阿伯結婚的路線 在五獸未託祖孫 當時祖孫當心金的職財 小獸坐海水的高貴 表示你的婚姓會因爲 雙風對聘金的縛募 沒辦法達成強盛的關係 因此不必顧得 不過這個問題並不嚴重 只要南路雙風的家裡的人 願意坐下來好好參想 這段婚姓要是可以順利來進行 在南後智慧兄弟當時 兄弟當出土的祖孫 應當氣死後 祖孫氣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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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的淫眠相當優利 表示很快便會飛輸降臨在你的心上 對已經結婚的路線來說 在五獸未託祖孫 當心金職財時代表你們付出 因為孩子的教育經費 感覺這個非常大 未來要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們都需要接受教育 建議你們一定要趕緊做趴上 建立好的財務幾歲 這樣接著加重 家裡的經濟負擔 在南後智慧兄弟當出土的祖孫 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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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身體已經沒有鬆懷一段時間了 提醒你千萬不能亂吃 來路不平的保養 一定要按照醫生的指示 乖乖接受治療 這樣你的背景才有辦法 穩定控制 在人後兄弟當時 智慧兄弟當時出土的主寸 代表你因為回去受到 悲痛的節目 感覺很難過 經過過上的現實 你最近會遇到幾人 就算對方 讓你的避免 只要你詳細檢查過 確定不會對你的身體 產生不好的影響 你還是可以試試 不懂得對你的背景 也會有幫助 學業方面 在五月未透主寸當時 應有主寸當心金的製作 海水的冠軍 汽水 表示你最近的學習狀況 真無理想 你不但會在客業上 遇到一些阻礙 而且也沒有什麼進步的空間 讓你有一點點失誡 在人後 智慧兄弟當時 兄弟當出土的主寸 建議你愛 盡量不減少跟同學 出去玩的處所 只要用一些心思 在學習上 這樣你的成績 只要不一直在替補 工作方面 在何方頂 五月的主寸當 變成天皇國的時候 未透的主寸當心金的製作 應有氣勢 主寸氣勢 代表你目前的工作狀況 很差 會發生很多不順利的事情 但是你也不必因處得來放棄 只要你願意 繼續堅持下去 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 未來你自願 就可以立即更好的機會了 在肯定人後兄弟當 變成流氓的時候 職位兄弟當出土的主寸 洗澡坐海水的花鬼 表示你最近的工作運不好 尽管你愛 研修你的工作任務 別有隨便應付的心態 以免被公司降致又減身 一個是官司的部分 在五月未透主寸當心金製作的時候 洗澡坐海水的花鬼 代表這張的官司 是因為對方惡人性格證才能去 但是你也不用太過的煩惱 因為事情要有專機 你最好可以順利 讓自己的紀律非常大 在人後 一月兄弟當出土主寸的時候 應有起洗澡 主寸起肝肝肝肝 照目情的局勢都看起來 這張的官司對你相當不利 最好你協定要負擔 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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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在五月未透主寸當時 主寸當心金製作 冠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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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做出很好的成績 在人後智慧兄弟當時 兄弟當出土主寸 代表你最近的事業運 不是很理想 公司一直在了解的狀況 不過經過過創的現實 未來也會有專機出現 競技你要好好把握機會 現後是借錢跟貸款的部分 在五月主寸當時 未透主寸當心金的災害 代表你一開始在借錢的時候 會遇到很多人 但是只要你有耐心 沒有放棄一時的機會 最好要是可以成功借錢 在人後兄弟當時 智慧兄弟當出土主寸 應後未透主寸 卻生後海水的掛負 代表你的營養效應的助動 很順利借錢 最好一個問題解釋 跟雍財以及雍財有關的 雍財方面 在五月未透主寸 當心金施材的時候 代表這間房子 有被政安壓迫中的情形 這會是形成 財旗被困在裡面的 賣地理的造型 你在國民都受到很多很多 很難使電你的財靈 導主寸第三部分 五月主寸當施材 過幾次世 表示這間房子 很適合導主未來的起床 在人後 智慧兄弟當出土主寸的時候 應後的主寸 喻生後的過關 代表住在這裡 對家運跟財運都沒有幫助 導主幫在山方面 人後兄弟當主寸 雖然這間房子 落下的狀況 就在乎停止了 在人後智慧兄弟當出土主寸的時候 生後坐海水的過關 表示祖雲附近的水口 沒辦法將棄起到 這樣會造成你們家 向大家驚孝 很難出大富大貴的大人物 以上就是 讓風頂五月東 變成天皇國的過關 以及人後東 變成雷風的過關 為大家做的解釋 希望對你有幫助 進入越境的世界 了解外的運用 將屋自己的苗文 讓你擁有幸福健康的人生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會再見 首先,請回得平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